哇 打了這麼多板 給陶菲克一個反手突擊的機會 真的這些反手是陶菲克才打得這麼漂亮 這麼瀟灑 陶菲克就是陶菲克 還要一個360度的轉身 即使你回到他也回來了 真是想不到 看到朴勝煥真的站在這裡 沒有這樣的反應 因為一般球手很少用反手殺球 通常過度就算了 是 這球已經消失了 這球太多時間 比陶菲克想太多了 可能他想搓得漂亮一點 表演一下吧 是 朴勝煥已經 朴勝煥 11、12 但是看到朴勝煥今天好像 雖然是很集中 但是那個士氣好像差一點 對於朴勝煥 以往來說就是朴勝煥打球是很有士氣的 即使我感覺他不是很有信心 對 但是那個分數其實 並不是說沒有機會 分數仍然是可以貼得住12比12 下手都有一定的威力 12 守衛的球不夠後 他後場點殺那個 是真是頗有特點的 真是很有威脅 因為他的動作很小 其實有機會破勝換 今天陶菲克在接球方面 似乎不是那麼順 尤其是在左翔區 因為朴勝門一直打下去 陶菲克的正手 這樣也能打 真是這球球 亦都表演 對 朴勝門亦都想不到 對 朴勝門 可能剛才他一直撲上來 朴勝門一直在想 朴勝門很明顯 其實那球的質量也不太好 雖然是很瀟灑 但不知道為甚麼 就打了落網 因為他可能沒有想過 陶菲克可以這樣打 會這樣打 這球球 這球球 亦都可能 朴勝門有點不滿意 但始終都 已經 剛才的兩分優勢都沒有了 十四平手 所以為甚麼 朴勝門在領先 還是沒有信心呢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陶菲克的特點 離網球 出來的球 仍然是可以全方位 其實朴勝門 出球的質量並不是差 對 看到陶菲克想搶分 看看能不能撐住 真的能撐住 所以陶菲克如果他一旦要搶分 其實他整個速度都仍然在這裡 對 不是很擅長 防守的 朴勝門 明顯 當陶菲克加速的時候 就跟不住 速度 尤其是防守的 漏洞 很容易被陶菲克攻穿 看到陶菲克的汗很厲害 沒有高波 哇 這球沒得說了 真是想不到陶菲克殺完之後 就衝向直線 誰知道 看看這個手腕是怎樣用 真是勾得很漂亮 就完全是借力的 這麼短的距離是可以反抽到對角 所以這位球員在底線 為什麼是這麼小的動作 仍然可以殺出這麼有力 這麼有威脅性的底線 剛才他的反抽對角 就看到他的手腕 真的用得很好 雖然動作並不是很漂亮 很瀟灑 但是盛載就很實用 好 十五十六 雙方都沒有高球 一路採取的打法都是下壓 這邊又點一下 陶菲克就是下壓搶攻 又是通過網前 又追上來 十六平手 還頂到 這球球真厲害 現在陶菲克在網前反手 看看這球應該是死球 又是硬用手腕彈到底線 這位球員的手腕真的很強 兩分球 都是該死的球 都被他救到 剛才那板已經殺到很近身了 剛才那板 跳得很漂亮 還有 還有 沒有了 還能擋到 但是始終還是跟著這個保重 還是頂不住 對 陶菲克這球球很集中 不過他很明白 這分球對他來說是太重要 連續幾板球 都是攻反手 都是攻不穿 這球球先來一個 就是推一個正手 再來一個對角線 剛才那些正手的直線 就被 朴勝湖反手反抽 就反而令到自己被動 所以他也是改變一下 頭頂先來一個平高直線 令到朴勝湖的精力 就去到正手 他再來回到反手 這個變化令到他的進攻 就搶回一分 17比17 好 十七平手 好